你们老是说炼姐怎么有那么多新货了 因为我天天都在拆新包 你看 我们整个正在准备拆了新包 这一批全部都是厂商带的新货 还没有给人家看过 是第一手 全部打开它 这是拆的两个吗 这是一块难骑的一个小冰料 还行 先全部拆开看一下吧 再拿一把剪刀给我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坐在店门口呢 因为刚刚下过雨 现在的空气是非常的清新的 又很凉爽 说白了我们成哥还是个非常随意的人 看有没有我们喜爱的 看有没有好东西啊 全部都是男骑嘛 我反正拆了这些都是 哦这个还不错哟 这是一个小达马坎的冰情底 哇哦这个可以哦 它的底子挺裙的 又来一个小冰黄菲啊 你整个都是满肉 墨西萨的小冰料啊 冰情底的 东西还不错 好的质量就在这一口了 像这边的话就可以先不管它 包的很紧啊 质量都很高的啊 质量都很高的啊 就是有点烈 但是像这种东西的话 里边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里边是很纯净的 做一颗蛋面是没有问题 反正这批东西还不错啊 可以吧 整个都是勤的 看我们刚刚擦完包 就会有同行的人过来看货了 这一块的话也不错啊 莫斯加的一个小冰情 一个莫斯加的一个小冰情 这个达到多少钱来的啊 我觉得买成 三万多啊 嗯 这个呢 还不错这个 这个 这个同行嘛就五万嘛 嗯 嗯 贵啊 看一下嘛 看一下 好行研究一下 然后这一块也非常的不错 这是一块达马坎的一个水池啊 上面一整个都是这种琴碟 而且上面有点飘花 炼蓝花 看这个东西的话一整个都是非常完整的 我们唯一要薄的就是看它里边的一个 棉的一个情况了 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 但我看进去的也不太深啊 这个东西也不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 这个小冰蛋的话也可以 这个料子多少钱拿下来 我记得是 三万不到一点 三万不到一点 嗯 还不错啊 嗯 这个东西的话说实话啊 做一颗鸽子蛋的话就会满了 性价比非常的好 这个料子 而且你整个都是不变肿的 蛋面的话可以磨好几颗 但如果做随心挂件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两个随心挂件都可以做了 这批料子可以的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色料成果 看一下 这个色料我感觉可以研究一下自己擦也行 我刚刚看了 数量多啊 这个 嗯 全身都有色 我就是看它这颗料子擦出来 数量应该有很多 而且厚度也有 这个 这个 这都打得很痛 刚刚就看了 这个料子如果擦了好的话 挂件本来 挂件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牌子就可以剥 面上的一片的话 我是看不到裂的 是吧 好像色好啊 不然是价格的块 买的还不错我觉得 反正都可以挣 这两个品质稍微弱一点 但是我觉得 还是可以的 至少也是一个弱的下底了 我觉得这一块也是不错的 这个裹好了 我看一下 好像不错了 这个磨的 我就说嘛 齐货效果肯定不会差的 就这种 还没泡光 水润度 挺好的 清清爽爽了 真果律 我告诉你们这个料子的话 是一个 厚姜敞口处的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厚姜敞口的料子 不要小 然后又出不了货 但是我告诉你们呢 妥妥地摆在这里了 这个界面的话 做男士大面就可以了 嗯 好纯啊 这个料子 陈哥要不要看一下 下午的时候看一下 我觉得这种说实话 这种打的话 打多少钱一颗 十大几 二十上限吧 啊 就这种水润度 这种总 怎么着也是要那个价位的 只要是大 够饱满 够厚够饱满 切得还不错啊 自己切的 要去抛光吧 你跟他说 一定要浸泡 抛好一点啊 明天能抛好吧 行 OK 找老马过来吧 把这些货全部都入库 其实像这种价位的料子的话 我之前是很少购买的 为什么最近买的比较多呢 因为最近的话 咱们啵啵间也有需求 还有就是很多新手朋友们 都想跟我体验一下原始 但是他们刚入手的话 接触的价位也不是很大 然后还想玩那种 比较风险低一点的 那么像这样的料子的话 我觉得特别适合他们玩 只剩是可以出货 然后价格的话也不是很高 然后我就让我矿行的兄弟 陆陆续续的 再买着这样的料子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 像这样的料子 为什么提前不买 是因为买多了之后 肯定是要压一下资金的 所以说为了你们 我做的这些事情 也算是使力重整了